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学,我们在上一个单元介绍了速度关系的运动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接着看 这个记忆点跟操作性它之间的关系 它会对我们的运动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接着看下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单元的大纲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介绍机器手臂的奇异点问题 接着我们会去解析这个奇异点问题的原理 接着介绍几个奇异点的换力说明 接着我们会介绍一种新的多余自由度机器手臂 它的反向运动学 以及它的奇异点问题的解析 最后我们再去介绍机器手臂它的操作性指标 好,那我们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先介绍机器手臂的奇异点问题 那我们要先了解 什么是机器手臂的奇异点 那我们从顺向运动学的一个速度关系 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告诉我们说 接头的角速度跟我们手端的速度之间的关系 是由Jakobin矩阵来决定 那当我们要求解 反向运动学的速度关系的时候 我们要将上面的式子加以求inverse 那在求inverse的时候呢 这个Jakobin的这个inverse 如果它不是方正的话 那一般我们是利用广义逆转换来求解 那当θ dot跟R dot有相同的维度的时候 则这个seudo inverse 会变成我们传统的矩阵的环矩阵 那在它的分母的部分 是Jakobin的绝对值 那当Jakobin的绝对值 如果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称作 手臂处于基异点的姿态 那处于基异点的姿态 会有什么问题呢? 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子说明 那假设我们有一个平面二杆的机械臂 杆长分别是10跟8 那现在有三种姿态 那我们来判断这个机器手臂 是否会处在记忆点的状态 那第一个角度分别为30、30 那第二个呢 角度分别为30跟180度 那第三个呢 角度为60跟0度 那这个是二连杆它的角度定义 那我们怎么判断它的记忆点呢?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的解答 那首先我们必须先求出它的Jakobin矩阵 那求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上述的三个角度把它带进去 那第一个小题呢 它的角度分别是30、30 那带进去之后会求到这个Jakobin的行列式值为40 那所以呢 这个手臂呢 不是处在记忆点状态 那第二个例子呢 它的角度分别是30与180 那将它带入呢 会发现它的行列式值为0 因此这个手臂就是处在记忆点的状态 第三个例子呢 角度分别是30、0 那再把它带进去呢 同样发现它的Jakobin的行列式值也为0 因此它手臂也是位于记忆点状态 由上述这个例子你会发现 这个平面二感的机械臂 它的记忆点呢 跟这个第二个角度有关 那我们后面会有说明 这个记忆点的状态它的物理意义 那我们接着来看 当C.Dot跟R.Dot 具有相同的纬度的时候 那缓向运动学的速度关系 Jakobin的Sudo-Inverse 就会变成缓矩阵 那如果Jakobin矩阵是G1的话 那就代表它的行列式值为0 那这个时候呢 代表它的这个缓矩阵 会趋近于无限大 因此呢 C.Dot会变成无限大 这个时候我们称作手臂 处在记忆点的姿态 代表说无法利用Jakobin矩阵 来求解缓向运动学 因此我们接着来看 记忆点它的完整定义 考虑有一个N杆的空间机械币 那这个时候它的Jakobin矩阵呢 会是大小为6乘N 那我们由下面式子来定义 其中第一个这个变数呢 我们称作手端的速度 Asional 那它其中第一项是线速度 第二项Omega呢 是角速度 因此Jakobin矩阵代表的是 关节速度与手端速度 包含线速度跟角速度 之间的映射关系 由这个式子可以得到 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将Jakobin矩阵 分成N个航向量 那展开之后会得到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代表什么呢 因为我们手臂在空间中需要六个自由度 就是三个线速度的自由度 跟三个角速度的自由度 所以空间中的运动呢 需要总共的自由度为6 那所以呢 上面的这个Jakobin矩阵 它必须要有六个线性独立的航向量 也就是说 你在手臂要自由的移动 必须Jakobin的这个rank值要等于6 那如果它的rank值不等于6 就会发生这个记忆点的现象 那这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关系 所以假设rank of J呢 就是Jakobin的rank值小于等于这个6的话 那我们手臂在空间中的荒位位置就会受到限制 所以6个自由度为执行空间任务 机器手臂所需的最少自由度 对于一个6个自由度的空间机器手臂 当它的rank值小于6的时候 当它的rank值小于6的时候 我们就称这个手臂它是位于记忆点的状态 因此我们可以来看 在平面的机器手臂它是不是也需要6个自由度呢 平面的机器手臂它因为是二维的空间 所以它只需要两个自由度 所以它只需要两个自由度 这个是空间手臂里面的一个特例 因此在平面的机器手臂里面 当它的rank值小于2的时候 那我们称这个手臂会处在记忆点的状态 以立体1为理 这三个情况 第一个情况呢 它的rank值为2 代表它有两个自由度 所以手臂会记忆 第二个情况呢 当它Q2等于180的时候 会导致它的rank等于1 那这时候手臂会少去一个自由度 所以我们称它是记忆的现象 第三个情况呢 当Q2等于0的时候 它的rank值一样会少1 这个时候也是记忆点的现象 所以同学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2为手臂的记忆点跟第二个角度有关系 当它角度为0度跟180度的时候 会发生记忆现象 也就是它的自由度会少于2 只剩下一个自由度 只剩下一个自由度 那这个现象呢 我们在下一个部分呢 会用图形来加以说明